工程人員路邊施工 一輛大火車抬起後車斗 準備把後面的鋼板卸下來 但是車斗抬成這樣 它還繼續往前開 結果就扯到上方的電線 把電線桿給扯倒 停在路邊的賓士車當場被砸 因此變形 車主聽到巨大聲響 也趕緊跑出來查看自己的愛車 只是車子好好的卻不偏不倚 砸中車頭 還把旁邊的鐵絲網給扯了下來 光是維修費恐怕就要不少錢 事發就在28號上午9點多左右 屏東潮州 侯興大火車駕駛闖了貨 波及路邊的賓士1、200 幸好沒有人因此受傷 但大火車後續恐怕得面對 巨額賠償 這下頭大了 東森新聞的瑜伽雄在屏東報導